我们第一时间轻掉就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打这个boss就要不停的翻滚 躲掉他的砸石头啊 冲击波呀 这些技能 然后在间歇期间 给到无双技能就可以了 跳起来躲掉他的砸地板 然后继续翻滚 躲掉他的冲锋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切换成雷系 给上星剑之后 给上天火玄冰锐 翻滚继续躲掉他的伤害 我们再切换成火系 继续回来给伤害 你看到没有 在你有天火玄冰锐的时候 一定要切换成雷系 这个伤害是爆表的 我们再看一下 给上弯下剑法 继续输出 我们翻滚 躲掉他的冲击波 然后再输出 这个时候抓紧闪避 为什么他要冲锋了 我们这时候没有清攻 通过走位 躲掉他的冲锋技能 没有问题 继续给上技能 好 带他离开 我们看一下 攻六防六 圆红就是这么打掉 大家打圆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在有天火玄冰锐的时候 要切换到雷系 这个时候打的话 是很容易拿到满分的 那我们来看 最后的隐藏BOSS 赤脚龙 首先来看 这刚开局 他是冲上天上 没有问题 还是老规矩 看他口中带火 暗数一秒 继续翻滚 躲掉伤害 我们看一下 打这个BOSS 一定要注意 在他飞天坠地的时候 趋弱的这段时间 要给雷系去打 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还是要切换成火系 去攻击他 我们再次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切换姿态 有点问题 不过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老规矩 切换成火系 躲掉他的冲锋 继续 顺移 到他的面前 继续给上星剑 然后给上星末技能 抓紧跑 在他放AOE的时候 抓紧离开 给上星剑 继续地给伤害 冲向你的时候 闪避第一时间躲开 在他没有虚弱期的这段时间 还是用火系打 伤害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定要去攒无双了 不要去刻意地 去用万象剑法 为什么 因为打这个BOSS 靠的也其实就是一套技能 就是一个天火悬兵坠 然后加上右系的一个无双 这两个无双打掉他 好 能打他20%多的血吧 靠这个技能打伤害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左系的无双 已经积累的差不多 天火旋边这也有了 这个时候要把五个灵珠给攒满 然后等待他飞天落地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继续地给一段 然后 闪身 躲掉他的火球 没问题 看一下 口中带火 翻滚躲掉 没有问题 切换成雷系 给上星剑 再给星剑 给天火 给星剑 没有问题 再给右系的虚空禁 好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 翻滚躲掉 继续给上万象剑法 同样是雷系的 你们看到他的血量了吗 这真的是恐怖啊 战装输出 真的是雷系的天火 玄冰锐 真的是吊到没朋友 好 我们带他离开 看一下攻击评分 攻六防六 满分达成 好 那预许的满分教学视频 到这里正式结束 预许打这些boss 要打满分的话 大家要注意特定的boss 一定要注意 使用雷系和火系 来回切换的这种姿态去打 会比较好打到满分 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拜拜 大家好 我是豆一豆悟空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学视频 是训练场流光满分 流光这个职业在训练场打满分的话 一直都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攻击判定会比较的困难 那我个人心得 流光在打现场满分的话 一定要注意 在把他的魂域和魂珠 这两个技能 一定要 怎么说呢 就是 能多用就尽量多用 这两个技能是 流光攻击评分最重要的两个技能 一个是魂域 一个是魂珠 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炎魔 炎魔这个boss 其实没有什么讲的 因为炎魔对于远程来说 真的是特别无脑 打这个boss 就是随便无脑输出 就可以达到满分 我们来看一下 给到魂域 继续给平A 平A 然后给上奔雷达 继续达 好 满分达成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情况 攻击600 防御600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boss 流光打小炮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时间的话 你要先冲向他 在他的身子底下输出 这是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远程基本上都是要这么去打满分的 我们先冲向他 插下魂镜 然后放下魂域 在走位 躲掉他的激光之后 赶紧用魂珠打掉伤害以后 继续往后走 躲掉他的摇头放 普通攻击 继续给魂域 继续给奔雷达 也就是打棒球的那个 那个 那个动作 然后 打这个小胖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要 要合理应用魂镜的这个位移技能 在闪身出去以后 赶紧的闪回来 这样让小胖不冲锋的话 打满分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就是你打小胖的那个 无双技能 一定要好了就用 千万不要不用这个技能 如果你不用这个无双技能的话 打满分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最后一个无双 带他离开 我们看一下攻击评分 攻六防六 没问题 小胖满分 拿到手里 下来我们继续再看第三个boss 也就是传说中的萨木 还是老规矩 直接冲向他 继续给上魂镜 给上魂域 躲掉他的冲击波 平A平A 在判定他有出蓝圈的时候 翻滚躲掉 没问题 给上无双技能 再次给技能 再给魂珠 继续的一条输出 翻滚躲掉他的擦地板 继续给魂域 一定要保证在 12米的距离方位之内输出他 这个时候他是不会放那个 追踪子球的 然后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输出环境的 你看 放到蓝圈 抓紧躲掉 插上魂镜 继续给上魂域 给上输出 没有问题 打掉萨木这个boss的话 大家注意啊 不管你是御虚也好 流光也好 颜天也好 一定要尽可能的贴近他 不要让他放到那个追踪球 出到蓝圈 第一时间躲掉 善用无双 和那个魂珠和魂域 拿满分 就是比较容易 我们再看一下继续给魂域 魂域这个技能真的是不能断 如果断的话 对于流光的满分 那个攻击评分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们看一下 最后魂珠带走他 攻击600 防御600 萨木同样满分达成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 哥昂这个boss 流光打哥昂的话 会有点难度 为什么 因为他的位移技能 不像别的职业那么好用 我们看一下 1921米 在他冲向你的时候 原地放魂域 让他吃到满伤害 继续给上奔雷达 继续给他伤害 在他跳逼的时候 翻更躲掉 给魂珠 这个时候要算好 他要跳劈劈向你 没有问题 躲掉以后继续给魂域 在他招小狼的这段时间 是可以疯狂的释出 赶紧用无双 打掉他尽量多的血量 我们再通过走位 躲掉他的三段斩 给上魂珠 123 赶快撤离 不要让小狼扑到 我们再次走位 给上魂珠 没关系 吃到一次伤害也没有问题 然后给上奔雷达 打到伤害 引爆一下自己的魂境 没有问题 在他招小狼的同时 我们继续往后移动 打哥昂呢 一定要注意 在躲避 他的普通攻击的同时 也要躲避小狼的攻击 而且我们是打流光 千万不要去 先把小狼秒掉 如果你要刻意去 秒小狼的话 那我只能说 你的攻击评分 打不到600分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无双 带他离开 打个昂就注意两点 第一 不要去管小狼 第二 一定要合理的 去躲掉他的三段斩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下来 来看魔化木灯 流光打木灯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因为木灯这个boss 在对远程的时候 是非常不友好的 他就是会 无脑的冲锋你 无脑的就是 跑过来 打你一下 跑过来 打你一下 我们只要 合理的去夺好 他的普通攻击的话 不要让他打到你的话 攻击评分一般都很好拿的 我们看一下 给上魂猪 然后放过他的普通攻击 继续平A他 在他放火阵的时候 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给上魂玉 然后再给上奔雷达 继续给上无双技能 在他跳 大跳你的时候 第一时间翻滚躲掉 看他的起手动作就OK 然后在他 再跳起来 躲掉他的这个火焰之后 我们要注意 他会冲向你 然后要第一时间 翻滚躲掉他的普通攻击 再次翻滚 躲掉他的冲锋 给上魂玉 给上奔雷达 好 这个时候 继续翻滚躲掉伤害 打这个暴怒的 也不是暴怒 打这个木灯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贪输出 为什么 打木灯 在训练场里边 这个攻击评分 是不是那么的难 所以说 只要你能 保证自己不受到伤害 一般情况下 都是可以拿晚分的 我们再次看 在他放完火阵之后 继续魂珠 给上伤害 没有问题 然后继续给上技能 给上魂玉 等他大跳 翻滚躲掉他的大跳 没有问题 给上奔雷达 带他离开 好 满分到手 攻六防六 木灯 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让他普通攻击 打到你就OK 那我们来看 汉罗 汉罗这个福利boss 我相信大家 打这个boss 都是特别容易的 如果你觉得 打这个boss比较难的话 那我只能说 你肯定是贪输出了 打汉罗 不需要贪输出的 要躲掉 在躲掉他技能的前提之下 再次放技能 把他打掉就OK了 我现在需要的